赵光义的几位备受后世议论 他的哥哥赵光义 为什么不传位给自己的儿子 他真的想把皇位传给自己的弟弟吗 今天关注系列节目 宋太宗旨步步紧逼 开宝六年担任十年宰相的赵普 被赵光义马相黯然离京 这意味着赵光义皇位继承最大的障碍被剔除了 就在赵普离京一个月后 赵光义封晋王位列宰相之上 这样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准皇储地位形成 亲王隐京 这明显意味着就是皇位继承人 那么太祖真的想把皇位传给自己的弟弟赵光义吗 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做客百家讲坛 为您讲述系列节目 王立群读宋史第二 宋太宗旨步步紧逼 赵光义当上皇帝以后 不止一次的下令要重修国事 不断的修改国事 甚至以亲自来进行运色修改 加工史料 大肆的宣传 他的继位是正大光明的 名正言顺的 但是这些史料 在多大程度上 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呢 所以我们怎么看待 我们今天看到的 这些赵光义做皇帝 是名正言顺的史料的呢 我想有一个基本点 完全否认太祖皇帝 想传位给他的弟弟太宗 赵光义 这是不合适的 不管你有什么疑问 你要想完全否定 太祖皇帝传位给赵光义这件事情 那是说不通的 至少有三条说不通 第一 太祖皇帝 为什么不让他的儿子去继位呢 因为让他儿子继位 就可以让他儿子做开封椅 可以封他儿子为亲王了 那么他儿子就可以名正言顺的接班了 为什么让他的弟弟做开封椅 多年 然后在赵普霸相的第二个月 就让他封为亲王 封为晋王了 为什么出现这个 不封儿子封弟弟呢 而赵光义被封为晋王的时候 他的皇帝一共是四个儿子 两个夭折了 还剩了两个儿子 赵德赵二十三岁 赵德方十五岁 他现有的两个儿子 一个二三 一个十五都可以接班 而且这两个儿子 品行端正 没有任何不良的行为 为什么不让他儿子 去接班呢 这是第一点 第二 为什么赵光义 让人们看起来 他的实际地位 确实就像是一个皇储呢 要做皇储 必须具备两个条件 第一 开封椅 第二 是亲王 大宋建国的第二年 也就是建隆二年 在杜太后去世以后 赵光义就做了开封椅 这已经看起来像是皇储了 赵普在开宝六年霸相以后 赵光义又晋升为晋王 先是乙京 然后是晋王 所以看起来 他确实就像皇储 为什么他的弟弟 看起来像皇储呢 第三 假如说 正史是诸水的 为什么我们看到许多大量的笔记的文献 也记载赵光义是皇位的继承人呢 不光有正史 还有大量的笔记也记载了这个事情 而实际上 赵光义跟赵普的矛盾 是什么矛盾呢 是赵光义想接班 赵普反对他接班 赵光义相依地域的身份接班 赵普主张 传子 不传帝 这就是赵光义 给赵普矛盾的 癥结所在 所以 赵普承认 他是坚决反对赵光义继位的 赵光义当了皇帝以后 他也亲自说过 如果赵普做宰相 他就当不了皇帝 这三个 这三个为什么 基本上说明一点 我们不能否认赵光义确实有传位给他弟弟的想法 这是我们说的第一点 赵光义确实有想法想传位给他弟弟 那么紧跟着就来了第二个问题 那么赵光义这个想法是他本人的真心呢 还是他迫不得已啊 我们现在根据各种史料来看 不是出自赵光义的真心 传位给他弟弟 是他的母亲杜太后的意见 不是赵光义的本心 为什么呢 建龙二年在杜太后弥留之际 杜太后语重心长的 对当皇帝的赵光义 说了这么几句话 如万岁后 当以赐传者二弟 你百年之后 要按照次序 把你的地位传给你的两个弟弟 就是你死后赵光义 赵光义死后 那就是赵廷美 那就赵光义 就这样来传 赵光义怎么回答呢 敢不如母教 我们讲过的一感 武士军先只要出现敢 都是其敢 我怎么敢不尊崇母亲的教诲 可见 传位给他弟弟这件事情 是杜太后的意见 并不是赵光义的本心 所以杜太后去世的第二个月 赵光义就担任了开封义 太祖皇上是个孝子 他遵从母命 导致赵光义成为名义上的皇储 但是实际上他的本心并不想传给他的弟弟 而按照杜太后的事 他的意思是赵光义 赵光义 赵光义 转过来 再传给赵德昭 赵德方 这就是杜太后的意思 但这个能顺利吗 因为太祖皇帝的长子 就他四个儿子 现存那个长子赵德昭 和他最小那个弟弟 赵光义 只相差四岁 这中间稍有疏忽 就传不到他的儿子身边去了 就会按照赵光义 赵光义 赵光义的顺序传下去了 这中间一出现问题 他的儿子就接不了办 所以赵光义在处理这个问题中间 很为难 他怎么处理呢 他做了三件事 第一 让他的弟弟赵光义 担任开封义 为什么这样做呢 这样做部分的满足了 他母亲的愿望 第二 他不给赵光义封王 这样赵光义就不可能成为 真正的皇位的继承人 第三 他要走一步 看一步 摸着石头过河 为什么呢 因为他还年轻着了 因为赵光义即位当皇帝的时候 才三十多岁 他母亲去世的时候 他也才三十多岁 一个三十多岁的皇帝 他觉得他的未来长着了 所以他不急于去处理这件事情 古且 暂时先封他的弟弟 做开封义 然后走一步 说一步 在这件事中间 霸向赵普 应当是太祖皇帝最大的败笔 把赵普霸向了 太祖皇帝 就赵光义 是他一生中间的一个政治上的大败笔 为什么呢 他有了三个方面的逼迫 第一 他母亲逼他 杜太后逼他 逼他什么呢 传弟弟 第二 他弟弟赵光义逼他 逼他什么 传给我 咱妈说了 让我接完呢 这在逼他 第三 赵普也在逼他 赵普是逼他的三条 赵普逼他逼得最厉害 第一 逼他传子 不能传弟弟 第二 逼他把自己下放 赵普的胡作非为 最后导致一个受贿 一个专权 导致逼的赵光义不得不为赵普霸关下放 第三 赵普霸相以后 又逼得赵光义 他继续传媒给他弟弟 因为赵普是拦路胡 赵普把自己给逼下去了 那不是等于逼得他 逼得皇上要传媒给他弟弟了吗 就赵普也在逼 各种力量最后的逼 都逼到了赵光义的身上 那么太宗 也就是赵光义 他是怎么样一步一步来逼他哥哥的 酒鬼香泉酒 提示您精彩继续 赵光义皇落人才 拉拢培植自己的力量 逼迫自己的哥哥 把自己确立为皇储继承人 百家讲坛正在播出 宋太宗旨不顾紧逼 在对继承人选择的问题上 宋太祖赵光义 一直处于被逼的状态 第一是杜太后逼迫 第二是赵普逼迫 第三就是赵光义的逼迫 在三种力量的逼迫之下 尤其是光义力量 不断壮大的无形威逼下 太祖很无奈 只能封光义为晋王 那么赵光义如何逼迫自己的哥哥呢 我们从三个方面来讲 赵光义怎么逼他哥哥 第一 网络各色人才 简单来说就是网络人才 根据蒋福松先生的 宋太宗禁敌幕府考 这篇论文的考证 蒋先生在这篇论文考证中间 提到就是赵光义身边的成僚 就是他身边的人才有多少来 66个人 也就是说在赵光义的身边 有60多个人的一个集团 但是我们认为了 这个蒋福松先生的画的这个 他的这个集团画的有点窄 实际上赵光义的集团要比这大的多 赵光义手下网络的各色人才 有文士 毛士 勇士 巫士 衣士 道士 各种人才网络的都有 网络人才不是件坏事 但是要网络亡命之才 那就意味着他别有用心了 这是第一点 第二 拉拢朝中大臣 拉拢朝中的大臣是赵光义做的工作的一个重点 我们这里举一个例子 制造三年 也就是公元九七七年的三月 进军 一个大将 叫田崇晋 并估了 田崇晋 在临死之前 回忆他早年的经历的时候 说过一段话 上在番笛十日 连起忠荣 曾令 给起 久治 重敬 不肯受 使得云 晋王已赐入 入安赶居 重敬远 我但只有陛下 不敬王何许人也 足不受 进军大将田崇晋 临死之前 回忆起他早年的一件事 什么事呢 晋王 就是指的赵光义 赵光义在做晋王的时候 曾经派人 送了很多好吃的 送给田崇晋 田崇晋不接受 然后这个送的人 就说了两句很重的话 说了什么话呢 晋王已赐入 入安赶住啊 这是晋王送给你的 你怎么敢拒绝的呢 这田崇晋很硬气 我只知道有陛下 我就不知道天下有晋王 定回去了 这个例子 是赵光义 拉拢朝中大臣的一个失败的例子 但是通过一个失败的例子 你可以想得见 一定有成功的 有坚决不收的 那一定还有另外两种人 第一 愿意收的 第二 不敢不收的 这就是拉拢啊 你看那个送礼的人 那个口气大的 晋王给你的 你竟敢不接受 但是 有人不敢啊 有人愿意啊 这就是他拉拢 除了拉拢以外 还有一种办法 叫解难 朝中大臣 如果谁有危难呢 会找晋王 晋王帮他解决 一帮他解决以后 帮他渡过难关 那么这个人自然而然 就成了赵光义的集团的人员了 这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人 叫楚昭府 开宝年间 楚昭府当时的职务 是全判三司 什么叫全判三司啊 是主管全国财政 后勤财政的事情 归他管 开宝五年的秋天 发生了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呢 三司官员上书 说京城里的粮食 按照现在每个月的消耗量 当时北宋的都城 已经达到百万人口了 如果现在按照每月的消耗量 国都的存粮 只能维持到明年的二月 就没有粮了 请皇上紧急下令 第一调驳军队 第二征用民船 赶快从江南运粮食到国度来 如果再不运粮 京城就会断粮 三支省这个报告一上去 太祖皇帝 勃然大怒 就把这个全判三司的楚昭府 招过来给臭骂了一顿 在骂的中间 讲了几句很重的话 国无九年之需 越不足 一个国家的国都 如果不储备九年的粮食 那叫储备不足 你现在平时 你不考虑 不安排 现在的粮食 只能吃到明年的二月 你现在竟然叫我动用军队 征用民船来帮你运粮 那你等着吧 这件事如果办不好 我最后拿你问罪 把楚昭府臭骂了一顿 那楚昭府怎么办呢 昭府 拒罪 敬意开封府 见皇帝光义 其欲上前解释 稍宽其罪 使得尽力淫半 光义许直 楚昭府一遇到事以后 没有去找宰相赵普 而是直接跑到开封府 去找皇帝 赵光义 让赵光义一方面 帮他在他哥哥那说的好话 另一方面帮他解决问题 你可见 在朝廷重要官员 三思史 楚昭府的眼里边 谁最能办事 谁最有权力 谁最有能量 是靖王 开封义 赵光义 他有能量 所以找他去了 赵光义手下人很多 所以很快就有高人 替主解决方案 十万户粮食 运到了京城 楚昭府的围解 救了楚昭府一命 所以楚昭府一下子就成了赵光义的人 赵光义在俯升主颖以后 坐上皇帝的宝座 楚昭府就被提拔上来 担任 书密使 掌管军队 为什么给他这么重要的军职 因为他已经成为赵光义的亲信 前面我们讲田冲进 那叫拉拢 这里我们讲楚昭府 这叫解难 一手拉拢 一手解难 就把朝中很多大臣 拉到了自己的身边 成为自己集团的人 第三 私交进军将领和戒度使 赵光义还有一手 就是他私下里交往了很多进军的将领 和地方的戒度使 培养自己的一帮势力 就是平时把功课做足 平时把路都铺好 一旦有事 这些人都会支持自己 赵光义在这里边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所以到了开保初年 赵光义的势力已经非常之大了 大到什么程度呢 有一个人 还是太祖皇帝的一个亲信 他跑到皇上 赵光义呢 讲了一番话 说净王的势力已经非常大了 整个开封都是净王的天下 如果你再不采取措施的话 你将来你就收拾不了 结果太子皇帝勃然大怒 说你竟敢挑拨我们兄弟之间的关系 推出去 斩了 当然这个人政府没有杀 尽管太祖皇帝在表面上 还要维持着兄弟之间的这种所谓的关系 实际上 赵光义的力量已经十分强大 我们在过去太祖皇帝的 宋太祖的系列中间 曾经讲过一个叫党晋的人 这个人的话是太祖皇帝非常信任的一个人 这个人在京城到处巡逻 看见那些养狗的养鸟的 他就特别恼火 说你有钱不去养你的爹妈 养这些宠物干什么了 他特别讨厌养宠物的 结果有一天 他出去了 看见一个人在那遛鸟 这个党晋就上去 逮着那个人就训了一顿 人说你知道这鸟是谁的 他说我不知道 这鸟是晋王的鸟 这一说 党晋这个人是天不怕地不怕的 一听说是晋王的鸟 党晋的脸 马上就变了 不但不吵那个人 而且从兜里赶快拿出来一把钱 说买点好吃的东西 好好把晋王的鸟喂好 可见 连党晋这样的武将 都对晋王赵光义 畏惧七分 赵光义的实力已经非常强了 酒鬼香泉酒 提示您精彩继续 在母亲弟弟大臣三方面的逼迫下 宋太祖赵光义是如何想的呢 他真的愿意把皇位让给他的弟弟吗 百家讲坛正在播出 宋太宗指 步步紧逼 赵光义总是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 与朝中大臣之间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不少人身在曹营 心在汉 由此构成了一部潜在的无形力量 还是杜太后曾经说过的话 既然妈妈说过让我接你的班 我就得时刻准备着 这也明显是在逼迫太祖给他封王 不要违背母亲的遗言 要进一步确定他继承人的资格 那么这时被逼的宋太祖 到底是一种什么心理呢 我想先跟大家讲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呢 出自中国古代的一部经书作传 什么故事呢 说春秋的时期啊 郑国的这个郑武功 在申国娶了一个妻子 他这个妻子娶过来以后 名字叫武江 武江是郑武功的妻子 武江生了两个儿子 大儿子就后来的郑庄公 小儿子叫贡主段 这个武江这个做母亲呢 对自己亲生的两个儿子 很讨厌大儿子 很喜欢小儿子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大儿子是悟生 什么叫悟生呢 是倒着生 难产 就是生的时候先出来腿 不是顺产先出来头 所以呢 给他母亲造成很大的痛苦 所以他那个娘 特别讨厌这个 给他造成难产的长子 喜欢那个顺产的小儿子 而他的大儿子将来固定 要结这个郑武功的班 就是后来的郑庄公 郑庄公继位以后 他的母亲就给他弟弟 请求封一块地 最后封了一个地方叫京 是个非常显要的一个地方 封到京 结果他那个弟弟啊 贡主段到了京以后 修城墙 不合法度 因为古代封到一个地方 修多大的城墙 这个城墙多高 多宽 多长 是有一定的尺寸的 超过了 就叫逾越 贡主段不合法 也好 把城墙修了很大 城墙修了大了 那么人就多 粮也多 那就超越了自己的实力了 结果有人就把这件事情 告诉了郑庄公 郑庄公听说以后 就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 多行不义 避自避 自顾待避 多做不义的事 将来一定会死 你等着吧 然后呢 贡主段看着哥哥没有反应 贡主段就做了第二件事 他把郑国西北地方的一片地方 他也去管理了 本来这个国家西北这块地是归 郑庄公管的 结果他也去管 这样的一个地方呢 就同时归 郑庄公和这弟弟贡主段 双管 有人就把这事情又告诉郑庄公了 郑庄公听说以后 不用管他 他早晚会倒霉的 仍然没有管他 又过了一段时间 这贡主段又做了第三件违法的事 这第三件事 就把两个人同时管的地方 一下子收归自己管了 就霸占了国军的土地 又有人告状 告到郑庄公来去了 郑庄公 又说了 不义不腻 后将报 这么一个不仗义不道义的事情 他的土地再多 最后也会死 不要搞定 这样在郑庄公 一耳再再耳三的容忍 其实是纵容之下 这个贡主段的野心越来越大 最后大到什么程度呢 这贡主段竟然想发云叛乱 然后他的母亲武江 就想在京城给他开门做内应 他的哥哥郑庄公 对所有的事情都知道的一清二楚 当他确切的知道了贡主段 要出兵造反的日子以后 他派出了自己的军队 一鼓作气 把战乱平息 把贡主段驱逐出境了 然后贡主段被赶走了 那么他的母亲武江也被流放了 这是左战中间非常有名的个故事 我想讲这个故事啊 无非是想说明一点 其实这个太祖皇帝赵光印 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呢 就是纵容他的弟弟 让他的弟弟闹到人神共怒的个程度 再一举把他弟弟见面 但是他的弟弟是何许人意啊 他弟弟赵光义是个文人的读的书 比他哥哥赵光印读的书还多得多 他当然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赵光印的这个做法实际上并不能奏效 所以这件事情就脱下来了 脱的结果是整个京城开封 无处处备有 静王赵光印的势力 酒鬼香泉酒 提示您精彩继续 太祖神秘临时 锦王赵光印即位之时 大宋朝野上下竟然一片平静 没有任何人提出质疑和不满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反常状况呢 敬请收看系列节目 宋太宗旨无所不明 赵光印在一定程度上胡作非为 无疑就是给太祖施加压力 逼迫太祖尽快确立他继续人的资格 开宝六年 赵光印终于晋升晋亡 而在他多年的培植下 开封城里到处笼罩着赵光印的影子 应该如何摆脱赵光印的势力范围与逼迫呢 宋太祖已经无可奈何 开宝九年的四月九日 太祖皇帝做了一个重大决定 带着他的弟赵光印一块到西京洛阳去了 到了西京洛阳以后 当然先是去为祖上祭扫 祭扫完了视察西京 到了西京洛阳以后 公开表明自己的态度 迁都洛阳 要迁都洛阳 这个我们在太祖系列讲过 结果晋王是坚决反对 太祖皇帝说 我这迁都没有其他的意思 我这迁都为什么呢 洛阳帝是显要 非常便于防守 我是仿照着周朝和汉朝的故事 把都城从开封 这一个不便于防守的地方 迁到一个便于防守的洛阳 晋王也就是赵光义就说了 迁都不便 迁都未便 不方便 那么太祖说 我不但要迁洛阳 我将来还要迁长安 迁到西安去 其实大家想一想 赵光义决定迁都的最终目的 在什么地方来 离开开封 开封已经成了赵光义的老巢了 有他无处不在的势力 有他无处不在的影子 有他无处不在的影响 我离开开封 就把你那一切都摆脱了 所以两个人在迁都的问题上进行反复的较量 但最后没有迁成 没有迁成 倒不是赵光义反对没有结果 赵光义反对了 反对无效 但是真正起作用的是什么呢 真正起作用的是 宰相沈一伦 不直斥太祖皇帝前度 赵普罢相以后 担任宰相的沈一伦 去征求沈一伦的意见 结果沈一伦表态是沉默 既不赞成 也不表示反对 以沉默来对待太祖 所以太祖觉得 自己的弟弟不赞成 忠书省的宰相不赞成 没有人支持他 所以最终这个事情 不了了之 当然这个时候 已经离太祖之死 已经很近很近了 四月份提出迁都 到了六月 回到京城以后 到了六月 宋太祖赵光义突然中间提议 要休一条河 修一条人工河 为赵光义的晋王府 饮水 晋王府在一个高处 他没有水 缺水 六月初五 太祖亲自步行 到晋王府去视察 而他弟弟这个住宿 而他弟弟这个住宅已经好多年了 没有水是多少年前的事了 但这一年 在迁都以后 突然提出来给弟弟家里面饮水 这件事情非常蹊跷 六月初五 他亲自去视察 七月初三 太祖亲自到晋王府 看 金水河怎么引 引到晋王府 亲自去视察 表现得非常关心 开工之前去视察 竣工之后又去视察 过于关心 表现出来 这件事情 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因为 第一 时间可以 晋王府缺水是多少年的事情 为什么偏偏在 迁都魏国的时候 提出来给晋王府 开河运水 第二 态度可以 太祖的态度太积极了 开工之前 竣工之后 都亲自去视察 态度太积极了 第三 反应可以 这么一个工程 建成以后 晋王丝毫没有感谢之一 所以 有些学者就认为 太祖 为晋王府 开渠 引水 这件事 实际上 是一种巫术 这个巫术 叫衍圣 衍圣 也就是 用证物的方法 来制圣 和振服 是一种衍圣的方法 衍圣是中国古代 非常古老的一种巫术 太祖皇帝在 晋王的势力越来越大 迁都 西京 没有成功的情况下 不得已使用了 衍圣的巫术 可见 太祖 对晋王 几乎到了 疏手无策的程度了 这样我们回忆一下 开宝九年发生的这些事情 开宝九年的二月 太祖派皇子赵德昭 赶到宋州 就今天的河南的商丘 去迎接 晋京 朝晋的 吴越王 前处 过去这类任务 都是由晋王来担任的 这一次 派他的儿子 赵德昭出去了 三月 派他的皇子赵德芳 当任检孝太保 贵州防御使 这两项举措 都说明 在开宝九年这一年 宋太祖 已经开始 在培植他的儿子了 让他的儿子 参与一些国家大事 提升他的儿子的社会地位 和政治影响 四月准备迁都洛阳 没有结果 六月亲自监督 给晋王府 饮水 九月 太祖到了晋王 赵光义的家里面 当然 十月就发生了 辅生主隐的事件 太祖就暴毙而亡了 就这一年 开宝九年这一年 发生了很多事情 但是所有这一切 都没有阻挡得住 而这一切都让一个人 越来越沉不住气了 谁呢 晋王 赵光义虽然已经是 亲王已经了 但是毕竟自己的格格 还在皇帝的位置上坐着 自己还没有成为真正的皇帝 只是一个皇储 而皇储的地位 又是可以变化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时局 第一 不明朗 第二 时局有可能向着 不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那么 晋王面前面临着一种选择 要么听天由命 要么等着 煮熟的鸭子飞了 结果 十月 就发生了 在大宋历史上的 一大弥暗 俯升主隐 大宋皇帝的开国皇帝 赵光义 去世了 暴毙而亡 第二任皇帝 晋王 赵光义 继位 成为 太宗 一杯酒 一杯酒 世事难了 三转月 几人知晓 爱一杯酒 有个人不得宝 不得宝 太宏 太宏 你必须要一同将山吹轻尸 难说身后马鸣前不止 超越是你一生永远的梦想 眼影是你心中抚不平的伤 当海桑田不战场 多秋月与春风 谁记得鸣马似乎变成霜 只留下一座铁塔 只一座荒庄 桑田桑田不战场 昨天九月与春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